哈喽大家好我是鸭仔 过了一个礼拜 我又出现在你们的视野当中了 然后因为今天就是降温了嘛 下了一天的雨 然后我就戴上了我的帽子 就是潮人必备的冷帽 虎哥说很丑 所以我现在要问一下船长的意见 还有就是屏幕前大家的意见 就是我戴帽子好看还是不戴帽子好看 那好吧 他们都觉得我帽子很丑 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顶帽子 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之所以录这个视频呢 是因为成都的涛博料衣店举行了一个活动 就是寻找亿万经理 然后这个经理是可以获得一整套 永远号跟Jordan的最新联名 就是13款服饰的原价购买权 本着参与一下的精神 我就很随手的转发了一下 没想到开奖的那一天 就是我的朋友花啦花了 就是你中奖了 中了藤元号的购买系列 我当时就很疑惑 怎么我就 你是不是卖脏话的 我没有啊 怎么我就中了 我还以为我朋友跟我开玩笑 结果我一看 可以说卧槽吗 卧槽 这个人这个头像不就是压压本压我吗 我收到了一个来自成都的超大箱子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开箱 看到就是有那么多的衣服 一共13件 然后现在就来打开看一下 是层面号的卫衣 远风的蓝色卫衣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很大的Draftman的飞人logo 三件这个就是那个 应该算是整个系列比较火的脸貌卫衣 就是有Jordan的飞人logo 还有这个Fragman的这个闪电logo 就是这一个系列的一个短袖 就是很简单的前面有一个Air Jordan的字样 然后还有背后是Draftman的飞人logo 这个一个色的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哦 这是那个长袖 就是正前面有Air Jordan的字样 Draftman的logo 这个Fragman的logo 背后呢 就是Fragman的logo 跟Jordan的扣篮时候的 图片融合在一起 这是那件长袖梯子 是白色的 这个是裤子 就是运动裤 很简单的一条裤子 好像还加了绒吧 这我已经拆到不知道是第几件了 这件灰色的短袖 好 这裤子 蓝色系的裤子 然后这件卫衣应该是Fragman的缩写字母 加Air Jordan的字母 然后背后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飞人logo 跟刚刚的那个卫衣是一样的 就是把颜色换成了蓝色 然后大致上相同 做完我们的开箱了 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足足有20斤的箱子 已经被我掏空了 你后面有鞋不想吗 其实不要再老说腾有号盖章了 我觉得它其实也挺用心的 就是这一次 它的衣服跟它同步发售 没有Jordan3的鞋盒 就是它们的图案是一致的 然后这个鞋很荣幸 我们也有 就是它们的图案是一个样的 就有统一 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开箱一下这个藤原号 这个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藤原号 简单看一下 这鞋其实在我东单比赛的第一周 我就见无忧已经上脚了 当时无忧穿的 那就要一个好看是真的 当时我就爱上了这双鞋 就正如藤原号所说 设计的很简单简洁 无论是搭配什么服饰 哪怕是西裤 都可以很好的驾驭到裤子 而且听说这个闪电logo竟然有14个 然后这里有一个 然后后背的这里有一个 然后里面的鞋垫就是一共有5个 因为我不会抽鞋垫 所以我就不抽了 等一下抽会了 我就得拜拜了 听说现在跌很惨 就是一直在跌 但是我做个梦 如果它跌到2000我一定买它 这件好像是我看了目前二级市场上 价格最高的一件衣服 如果穿上这件衣服再搭上 它的黑色裤子吧 它的裤子很丑 所以我不建议搭 然后你应该随便搭一条好看一点的工装裤 然后深色的 然后再搭上这双鞋 大家就幻想一下裤子什么色 深色的 然后搭这双鞋 我觉得应该会很OK 同事提议我现场试穿一下 那我就再次表演一个试穿 非常开心 将要上脚 我这个月最喜欢的球鞋 我都进入到有无闻次了 因为这衣服要码真的很大 就很oversize 就这样 这样真的很扯 我今天上班穿的是蓝裤子 我个人觉得这一套不是很好看 就是如果换个深色裤子 应该会好些 看上最爱的雾画蓝 这件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学院风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 这是这么多件衣服里面最具有唐元号风格的一件 这种雾画蓝的颜色就是很冬天 拜拜 我要跟镜头前的你们说拜拜了 如果你们也喜欢 应该会喜欢吧 这个视频的话 就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一下 然后我要跟你们说拜拜的同事 要跟我心爱的鞋说拜拜了 哎哟唐元号这个真的好嘞 Fragment 这个标有Dropman的logo 还有 哎呀妈 唐元号 Fragment 唐元号这个闪念真的很难记 我真的背了一下 我就是Fragment的标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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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